民眾黨選項不請自來 到北檢要踢管抗議 因為周玉寇原本大動作 對柯文哲以及蔣萬安提告誹謗 最後改由律師代替訴狀 但周玉寇律師卻低調進入北檢 讓在場群眾扑了空 他們的團隊把陳時中跟我的範圍 就做成一個很污髒的男女的影片 還配音樂 還配紅色的心 節目上爆哭126秒 周玉寇控訴民眾黨網軍 把他訪問陳時中的影片 影射成男女關係 被告的當事人不說話 但另一頭北市選戰卻吵得火熱 這種為了護航陳時中 而進行的二職選舉操作手法 我有呼籲周玉寇女士 儘快跟被他傷害的人誠心道歉 有一些候選人也要注意自己的口德 因為口德也代表自己的一個品德 誰要注意呢 就像影射什麼小兩口 這些都是沒有口德的事情 陳時中希望各界留口德 要把戰場拉回市政工房 畢竟綠營內部傳出對周玉寇高度不滿 生怕重傷選情 而周玉寇不僅沒現身提告 廣播政論節目也都請假10天 低調避風頭的意圖很明顯 我在想就是說當然我們希望這個 跟我們的選舉無關的事情 既早能夠落幕 回歸我們在選舉的一個 市政的主軸 周玉寇從爆料張淑娟 在北檢當面道歉 還上演大亂鬥 甚至在節目上爆哭 現在還要再提告 已經搶進藍綠白 選戰風頭 3.75 劉安靜 由而博 SNG 超速 台北報導